好我们接着再来看 刚才讲这个荷兰和法国 他们对于移民还有什么 经济发展的不平均 有不满 那同学注意看移民呢 我们之前大概提到一下 老师今天再来补充一下 因为同学注意看 欧洲国家呢 同学注意 我们说他们很想出一个秦始皇 来一统江山 但是谁都没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 所以妥协的结果 到今天小国伶俐 欧洲很多小国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呢 同学看到没有 在历史上各次的征战 所带动的什么 人口的移动 里面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甚至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种族的分布 和国家领土的疆界 不一致 也就是说什么 欧洲国家里面 很多国家里面 有很多少数民族 那这个少数民族的多数呢 在隔壁 那个国家 所以我们说 欧洲历史上有些国家 为什么我们说 它是什么 火药库 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呢 刚巧里面太多的什么 在征战的过程中什么 有太多民族什么 在这里交汇 那战后解决战争的这些总统的问题呢 又没有解决到这么深入 所以欧洲国家里面呢 少数民族的问题其实是蛮多的 那他们没办法解决 但他们很 学术界也好 他们政治界也好 他们很会美化他们的问题 所以说这是多元主义 但是同学切记啊 多元的另一面 老师建议大家观察 是不是其实就是分裂 其实就是支离破碎嘛 对不对 那你今天用尽一切手段 能解决当然是非常好 我们说那太了不起了 民族大熔炉嘛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老师不是上课有提到过吗 德国总理梅克尔 前几天公开承认嘛 他多元主义实质上就是失败的 董老师意思吗 德国那么多资源 他解决他内部的移民 特别现在又加上回教世界的移民 都无法处理 恐怖分子照样出现啊 对不对 然后大家对于政策不满意啊 对不对 那还有更严重 同学注意看老师讲政策啊 不满意 特别显现在什么啊 社会福利政策方面 刚才讲的荷兰和法国 他们就等于说我公投 我就堵烂票了 我知道这个欧盟宪法不是坏事 但是我就给你堵烂票 我就给你反对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这些移民 不管是合法的 那非法的就更气人吗 对不对 他们跑进来 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没有贡献啊 他们凭什么分我们的社会福利啊 懂老师的意思吗 其实他们也已经有想办法 在处理这些问题局来讲 他们对于外来的移民 其实都给予 即便在过渡期 都给予相当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补贴嘛 让你不要在这个社会上流落街头 造成这个社会秩序的什么 动荡嘛 所以对于非法的 他也没有说 当然非法的比较严 合法的呢 他基本上都给予你一件 基本的保障 那就社会福利啊 那所以大家讲啊 那你对我们这个社会没有贡献啊 你都还没缴税啊 你没有缴过税 你一来什么 你就领我们什么 我们这些人缴的税 政府拿去做的社会福利哦 那对我们来讲 这是公平 这是正义吗 董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在台湾 我们大家一天到了 一下要国民年金 一下要这个 一下要那个 我们都不注意一个大前提 就是什么 你到底缴了多少税 看到没有 欧中国家的老百姓缴的税 比我们高很多啊 也因为如此什么 大家都非常的斤斤计较 这个我缴出去的税 用在我身上 是成比例的吗 举例来讲 我交一万块 我每个月交一万块 跟那个每个月交一千块 回馈到我的身上 是成比例的吗 所以同学切记哦 老师一直提醒大家 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穷光蛋 你缴了税以后 做了社会福利 你马上就翻身 跟有钱人一模一样 没这回事 还是实力原则 你交一万块的欧元的税 跟你交一千块欧元的税的人 享受的社会福利 还是有差 只是有一些基本款 是大家都有的 最基本的举例来讲 看病有健保 对不对 那当然是基本款嘛 对不对 这对于社会稳定 甚至国家安全 有帮助的这些基本款 那大家当然都一样 那当然你交的更多的呢 举例来讲 你的退休金也更高 那你交的比较少 那对不起啦 你的退休金就少一点嘛 对不对 没有说你是穷光蛋 在社会福利体制之下 你就翻身变成什么 有钱人啦 那这也是没有搞清楚 这个制度的设计 所以同学注意看 甚至不仅荷兰法国 你们注意看 社会福利做的非常好的国家 你们注意看 他们的老百姓 对于税收的概念是 税收缴多少 然后怎么分配 他们的反应是非常快的 而且算起来 哇那这个 那这个速度也真的是够快 所以他觉得 这个根本是不公平不正义啊 我交了那么多税 给那些人 莫名其妙的人 对不对 那甚至有一些什么 他从意大利西西里岛跑进来 然后隔几年 在那个 在那个黑道治国的意大利 那边漂白了以后 又跑到我这个地方来 来享用 那还得了 所以基本上 大家都非常计较的 所以荷兰和法国 就是赌烂票 我公投 我就是摆明了 让他不过 虽然我知道什么 这件事非常重要 所以同学注意看 我们在这边一直常讲说 啊民意啊 什么议会 民主啊 民意啊 好像都是至高无上 百分之百不容挑战的 但同学注意看啊 民意有的时候是错误的 看到没有 那当然 在议会民主体制之下 民意挂帅吗 那错误的民意 大家就要付出一代人 或者是两代人的什么 失败的代价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人类历史什么的发展 不是一条直线 很成功的什么 很顺利的往前走的 他有的时候 往前走一步 有可能是退两步的 所以人类历史发展 基本上是什么 蛮艰辛的哦 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顺利的哦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2007年 同学注意看啊 这个欧盟宪法没有过 对不对 在这里 被这个荷兰和法国否决了 看到没有 同学注意看 德国的意志是非常强的哦 你们这两个国家 想给我摆烂 就想要不过 那但是这个对于建构 欧洲合众国来讲 是关键性的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 他要能够成立 政府要能够组织运作 老百姓的权力 要得到确保 一定要有一个 宪法在那边 作为最高的 依循的准则嘛 对不对 我们说宪法 不是国家的 根本大法吗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德国的意志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看非常强悍 就等于说 你看 2005到2006 在荷兰和法国 不过德国什么 2007年他什么 卷土再来 在欧盟施加压力什么 让大家再搞一次 那但是呢 我叫大家再搞一次 那我也有一点妥协了 对不对 举例来讲 第一 欧盟的总统呢 我就先 换个名字好了 叫主席 那欧盟的旗帜呢 还叫旗帜 欧盟的代表的旗帜 那几颗星嘛 对不对 那个红帝黄星 那我呢 我还不把它称之为国旗 那欧盟的什么 最高对外代表呢 本来应该叫外交部长 在外交上就叫外交部长 一个国家 那他就妥协 把它换个名字 叫做最高外交代表 所以德国在技术层面 做这一个妥协 但是强势的什么 在2007年 要求所有的欧盟的成员国什么 他把欧盟宪法条约草案 改名字 叫里斯本条约 其实他就是取代什么 暂时性的妥协 但是还是什么 往前推 你不准停下来 东老师的意思吗 不能因为你荷兰 法国 你们这样给我摆烂 对不对 因为你们的名义是不对的 站在整个欧盟的 整合的角度来讲 你们两国的名义 就是摆烂 那你们 不满意的那些问题 欧盟可以处理吗 对不对 那不能让你们几个摆烂 我们就什么 就停了 所以同学注意到 2007年呢 欧盟的里斯本条约通过 其实就是取代 换个名字 让大家心里好受一点 再接受它 而且同学注意看 德国强势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刚才不是提到 荷兰和法国是公投吗 对不对 公投没过啊 当时是两种方式嘛 老师刚才讲 要么就是议会通过就好了 要么就是全民公投 两个随你这国家选 那但是2007年 对不起不准选 就是议会过了就过了 那议会对于欧盟来讲 各个会员国的议会 它就比较好掌控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不要以为在议会民主体制之下 好像民意就可以完全彰显 那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民意不见得必然都是对的 他就给你摆烂啊 董老师的意思吗 那当然 对于这些荷兰人或法国人来讲 什么 我就是摆烂 那但是从欧盟的角度来讲呢 你们这些 你们荷兰内部和法国这些 内部的这些问题 移民啊什么的 我们在欧盟这个陈列 我们制定一个共同的移民政策 不就解决了吗 你们干嘛那么不满意啊 董老师的意思 所以欧盟站在他的那个城市来看 就觉得你们这些荷兰和法国这些老百姓 就是摆烂嘛 对不对 所以德国非常强势什么 硬是在2007年推动 那同学注意看啊 德国之所以强势呢 同学注意看啊 德国在国家没有统一之前 老师是不是有提到过 欧盟是有税收的机构啊 对不对 但是税收之后要补贴给各个会员国 德国没有统一之前的西德 他没有收钱哦 那就变成什么 我只有贡献 我贡献给你这么一大 给你的机构一大堆钱 但是什么 你们的总统补贴 我德国没收哦 我让你们你们其他国家你们去分 我德国不收 这我对你们的贡献啊 那但是国家统一了之后呢 他在区域发展基金方面呢 他倒是有收 那就是什么 协助东德这个地方 赶快什么 跟西德拉近 举例来讲 我们说和纳学举例来讲 这一间教室现在还挺干净的 我们学好不晓得会什么时候再重新粉刷 我们也搞不清 对不对 但是欧洲基本上有这个概念 就是说一栋建筑物 大概多少 不管它是不是古迹 大家都有这个概念 大概每隔多少年 大家要重新粉刷 不管内墙外墙 所以你们有的时候 做一个观光客 你们去欧洲 可能到了一个很有名的名胜古迹的时候呢 你会你会很生气 为什么 因为它整个包起来了 在保养 看到没有 那你说老师 我就当那个观光客 我就去那几天 刚好碰到不是很不划算吗 那的确不划算 那但是对于他们来讲 所以同样看到没有 欧洲为什么 他们很多古迹 可以保存那么久 就是他们有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不是政府才有 而是作为老百姓 自己家里都有这种习惯 所以同样注意到 那德国当时透过区域基金呢 来协助东德很多一些老旧的一些 赶快快速翻新 那那个时候还有 大部分的钱 他都没有领 给其他的会员国来分享 所以德国的影响力 不是嘴巴随便讲讲就讲出来的 他是对于欧盟的发展 是有实质的贡献的 所以老实讲说 他在2007年 他可以强势的什么 拉的这些国家什么 不得不同意啊 那当然同意注意看嘛 议会很容易操作 但是什么 德国他毕竟什么 他在希特勒之后 他也懂得要跟其他国家妥协 举例来讲 你爱尔兰 要不要同意呢 爱尔兰 其实同意注意看嘛 爱尔兰是一个天主教文化影响非常深的地方 所以天主教呢 有意见 有一些意见 好 那为了让他支持呢 那也妥协 所以就等于说在议会之下 我要强力运作 我不是拿个棍子把你 非让你投票通过 而是什么 谈条件嘛 因为同意注意看 议会里面的人数 跟公投的人数比起来 那当然是少了太多了嘛 那你说你贵党 贵党要求什么啊 你就说出来吧 那我有能力我就回应你了嘛 那你就很难再拒绝我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一个妥协的一个过程 只是说他的筹码比较多 所以他在各个会员国的议会里面什么 谈判的时候什么 他通过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啊 所以同意看到没有 德国在2007年强势着什么 拉着欧盟什么 好嘛 我也妥协啊 所以换成什么 李斯本条约 我不要用宪法来刺激大家了 对不对 我用一个一般性的条约的名称 但是他的内容 其实同学注意看 就是一个宪法的内容 好 那同学看到没有 我不仅制定宪法哦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时候也加进来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老师刚刚提到了 保加利亚是东正教为主的国家哦 那当然罗马尼亚什么 罗马尼亚天主教的势力也很庞大 但是也有一部分什么 这个 东正教 还很大哦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他有没有什么特产啊 知道Brakowas是什么 吸血鬼啊 德古博 Brakowas 对不对 就是这边的方圆地就在这边啊 对那当然他是虚构的啦 那但是他还有什么文化背景各方面的什么文化的经济因素的什么 所形塑出来 哦 今天大家什么 老师讲吸血鬼 大家都知道了吧 德古拉博士啊 不是吗 对不对 啊 好 那这个所以团圆注意看啊 一个故事它可以传千年啊 它毕竟有它的文化背景 还有经济各方面的因素 要不然什么 谁有这么大本领讲一个故事 可以传上千年的嘛 对不对 这就和它的整个背景有关 首先我们来看啊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团圆注意看到啊 它这个地理位置是东南欧嘛 团圆注意看到没有 我们先讲经济面的 罗马尼亚人这是东欧共党垮台以后 罗马尼亚人说什么 这个吸血鬼的这个故事呢 当然给我们现阶段的罗马尼亚带来很多观光客 但是当时呢 其实是抹黑 几千年以前是抹黑我们罗马尼亚 因为几千年以前什么 罗马尼亚的什么 也是一个强国 那谁抹黑它呢 就是德意志民族 你们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抹黑它们呢 其实和我们也有关联 也就是说中国 中国当时什么 的强大 所盛产的丝啊 这些东西 进到欧洲的时候 我们说读历史 以前张谦通西域 把中国的什么东西带到那边 对不对 我们只讲到这边就停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 卖给谁啦 那张谦他们通西域 不是把丝茶丢到河里就回来了吧 不是吧 那边谁接 就是以今天的贸易的概念来讲 那边是不是要有一个贸易代理商啊 或者是最起码 讲一般的好了 要有买主嘛 对不对 要不然张谦他们就把当时的丝 丢到大水沟里去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思路 不是随便 随便谁就可以讲的 对不对 一定他在历史上 对于欧亚这边的贸易 有重纳的贡献嘛 那思路那边拿过来的丝 卖到这个地方来 同学看到没有 那当时中国是强盛的啊 而且丝到今天欧洲人认为 中国的丝还是世界一流的嘛 那是精品中的精品啊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一大堆人抢的要买嘛 或者说抢的要代理啊 因为张谦他们后来的那些中国的商人 也没有那么大本事跑到每一家去敲门来卖啊 对不对 所以这边要有个贸易代理商 那这个贸易代理商呢 同学注意看 当时罗马尼亚德国啊 这些还有什么 这边其实都是很强势的 大家都在竞争 所以罗马尼亚人就觉得什么 就是你们德意志民族什么 跟我们在竞争 所以搞了一个吸血鬼 把人家都吓跑 说我们这边生产吸血鬼 对把人家都吓跑就好 你把商机给抢走了 那当然今天是观光客一大堆 大家都去找德古拉博士的家在哪里嘛 对不对啊 但是当时其实就是竞争什么 思路这一边的什么 掌控权啊 所以我德国呢 我什么 我也透过以今天的表达方式来讲 我就把你什么 给妖魔化嘛 你这边有吸血鬼啊 那亚洲过来的商人就不敢往你那边跑了 对不对 大家都传嘛 这边有吸血鬼啊 董老师的意思 这是经贸面的 那文化面的呢 一样 同意注意看 Blockulas 他为什么要吸血啊 好端端的吃饭不就得了 因为他是 他是伯爵嘛 对不对 他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 他不愁吃不愁穿啊 鸡鸭鱼肉谁他吃啊 他干嘛喝人的血呢 同意注意看 这就和欧洲天主教文明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嘛 也就是什么 这是我们之前讲的 人是上帝创造的 所以 什么 我们不能够什么 决定自己的生死嘛 那这个Blockulas的故事里面 就反映了这一个论述 也就是Blockulas 为了保护罗马尼亚什么 他出去打仗 那他当时讯息不通嘛 所以他的未婚妻呢 当然因为打仗难免什么 各种的谣言啊 满天飞嘛 当时不正确的讯息 传来说他战死沙场 那他的未婚妻非常伤心 就自杀了 那自杀呢 同意注意看 罗马天主教的教义里面什么 因为人的生命不是来自于你啊 那所以 生死由上帝决定 所以自杀是一件坏事情 你自己结束生命是什么 你不能自己结束啊 要上帝 你要盟主恩招啊 你才能走嘛 那以今天的表达方式来讲 你就是一定要 要熬到最后 即便你得了癌症 你自己不想活了也不行 对不对 所以同意看到没有 这就是今天什么 到在欧洲还是在真嘛 第一 不准堕胎 第二 不准安乐死啊 因为这两件事牵扯到什么 人是谁 不是上帝造的咯 对不对 所以 他的未婚妻自杀 那因为这件事是不好的事 所以他自杀呢 罗马的皇室呢 或者说当时的政府没有除灭处理 就把他的未婚妻的什么 尸体随便 随便下账随便买了 他回来以后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他什么 他要血见什么 那个 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 他们都是不是都有 那个神坛吗 上面祭拜 那个圣母玛丽啊 他说我要血见什么 这个神 神殿 喝尽一下 就是我要血见他们 那当然需要一大堆血啊 懂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他有文化的 有经贸的这个背景 所以他才能够 哦越演越恐怖 那现在什么 那美国的那个真的就是 毫无 毫无 毫无文化背景也没有 反正就是胡乱吸血 前一阵子那个吸血鬼都是胡乱吸血嘛 对不对 好像闲着没事就吸血 他这个是有他的文化和经济的什么 背景啊 所以罗马尼亚那当然他的地理位置 同学看到没有 比德国来讲更靠近这一边嘛 所以思路从那边过来的时候 这边国家当然享有地理上的优势啊 那当然这边国家有一些经贸 当时不怎样 所以你也没有实力承接中国那种世界一流的失之品啊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你们今天有机会去欧洲旅游或者是全数交流 有机会去观光 你们看欧洲重要的皇室或者是博物馆里面啊 他都有收藏中国的丝 皇室的一些墙上的装饰品啊什么的 你们注意看 那到今天那真的是中国的丝真是很了不起啊 上了千年啊或有些几百年 那个光泽什么都不输现在的什么 你们拿那个手机照的那个相片 有之后还是乌其马黑的 对不对 而且那个金 那个那个显示出来的那个也不是很 很 很怎么讲 看起来也 还是好像还看到那个手机的那个 那个格子 那个显现度也不是很好 但是那个丝子品呢 它隔了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它的光泽还闪闪发光 那真的是不得不令人敬佩 所以当时甚至到今天都是高级品啊 所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当时 他的经济实力是可以成购中国的私的 所以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 所以德国和他竞争都有压力嘛 所以我要搞一个吸血鬼来把你抹黑嘛 妖魔化嘛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 我这样子把你妖魔化 还有另外什么 我文化背景加进去嘛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什么 你看你们这个天主教文化 天主教就是比较野蛮嘛 对不对 你看你们就是这么不人性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新教相对于旧教 天主教 是旧教 比起来呢 的确什么 他有一定程度的改革啦 对于那些天主教以前 其实同学注意看 天主教以前有非常多的教规 是非常残忍的 对于人性 甚至你们今天到欧洲 有一些古老的什么 教堂里面 你们注意看 还有相当多的修女 什么 他是不能出 出这个庄院的哦 这局来讲 你去敲门 你想要进去 对不对 那个修女 包头包脸的 然后从那个 那个很小的一个门里面 什么 他不是钓鱼哦 但是伸一个杆子出来什么 把那个钥匙递给你 然后什么 你在拿那个钥匙 开那个超级重的 那个什么 庄院的门进去 他还不见你 然后 按图所记 自己进去 他不跟你见面 大声一点 那一年 比如说关于吸血鬼这个部分是德国为了 为了在石鹿的利益上 他就签出罗马尼亚 然后就传入了吸血鬼传说 然后可是我刚刚 可是就我的印象中 德普拉这个传说是在15世纪的时候的时候 然后石鹿 打同石鹿是在西元前100多年的事 然后罗马尼亚 整张国力 是在19世纪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上我说不通话 因为我记得在15世纪的时候 你说 那个时候欧洲基本上没有现代的什么 什么独立国家的概念 这方面你是说的是对的 但是老师刚刚讲什么 吸血鬼 那个时候什么 是说德国 今天的罗马尼亚人 说你德国当时什么 你们编转的这个故事 对不对 和我们竞争的就是什么 要竞争来自这边的什么 贸易机会啊 来自于亚洲的贸易机会啊 可是德国传出吸血鬼这个传业 的根据是在哪 因为我印象中 普拉德山是这个 吸血鬼也死的故事 是从爱尔兰出的 那当然英国嘛 伦敦啊 什么爱尔兰的确啊 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什么 天主教国 爱尔兰也是天主教国家嘛 对不对 天主教影响比较重大的 他是后来什么 传播出去的嘛 对不对 因为当时停留 最早最早是停留在商业圈子啊 你后来你说爱尔兰的那个 的确不错嘛 那小说家给他写的嘛 对不对 但是最早他是停留在什么 当时的什么 经贸圈啊 因为我没有要变成小说 我是什么 我们经贸 我们是竞争经贸啊 今天大家好 都看不起罗马尼亚 或保加利亚 但是当时人家也是强劲的什么 是一个不算弱的国家 或地区 所以什么 连德国什么 的商人都要讲一些 给人家妖魔化的小故事 把人家抹黑 吓到人家 那你们 你看那边有 有吸血鬼嘛 那所以你们就绕到我这个地方来 卖给我嘛 董老师的意思吧 那当然刚才这位童爷讲的什么 后来陆陆续续 哦那当然小说家 哦把他讲的 那更系统 讲的一个更 更动人的故事 或者更吓人 哇怎么吸血 几根牙齿啊 什么的都来了 那当时不需要嘛 当时我就是什么 就打击其他的商人 而已嘛 我讲了一些谣言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罗马尼亚人 今天觉得说 你看 那个意思 你们德国人当时抹黑我们 对不对 你看那今天 哎今天我们释怀了啦 为什么 因为什么 一大堆观光客 现在跑到我们这个地方 跑到 Brakulas的那个什么 伯爵的城堡里面去观光 也让我们赚了很多什么 观光客的钱 所以我们今天也释怀了啦 董老师的意思吧 啊 就是一些小故事 但是他这个 这个谣言呢 和他的这个文化 还有经济 这个背景 哎 可以给你什么 那当然回应 你刚才讲的非常好 他能够传到今天这么久 还真是靠什么 这些小说家嘛 从啊 爱兰这地方 哇 这又亲戚啊 八杆子的亲戚 啊 这边 哦 吸血鬼子 一下子到处跑了 还跑到美洲去了 你看那 今天那你怎么讲啊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也是文化产业啊 不是吗 也是要赚钱啊 董老师的意思啊 最近不是最近了 去年前年 这电视上 哇 演的那一大堆 那一大堆的吸血鬼 不都跑到美国去了吗 那美国的吸血鬼啊 那你怎么讲 就是什么 在演绎嘛 对不对 哦 好 还有没有什么 有不服的 不满的 都说 都 都拿出来讨论 哦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就说有一些 历史发展 为什么有些神话啊 他可以传到今天啊 他一定有他的一些文化背景 那个文化背景呢 又影响不仅是当时的人 啊 那甚至什么 可能陆陆续续 后来都有相关的影响 所以他才可以流传上千年啊 啊 要不然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怪故事 当时就已经没人讲了嘛 对不对 好 好